点击,抽血,被毒打,进水牢,惨遭活埋,内容触目惊心,缅北诈骗人亲身揭秘,高学历团队隐藏幕后,军方大佬背后站台,为何却从不骗白人?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星星爱谈历史。 中国人的生命,在缅北是廉价的,被当成血库,摘肾脏被点击,这些都是家常便饭,在这个地方想要自杀,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 当所有的价值都被压榨殆尽,最后的下场只有一个,那就是变成路边树木的养量。 诈骗人的亲身经历 缅北诈骗人胡某君回忆 他所在的小组,业务不同,分工明确,由专人培训诈骗话术,把自己包装成土豪,成功人士,用公司提供的手机,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找人聊天,并套取被骗人的基本信息,筛选有钱的没钱的客户,再转给同事进入下一个诈骗环节。 如果业绩完成不了,点击,殴打,抽血,回想起在缅北园区的日子,三人苦不堪言。 据臣某边讲述,有次没完成任务,五六个保安在一边按着他,另一边再叫五六个人拿棍子挡,一边威胁除了被打。 甚至曾经被一次抽了三百毫升的血,他们惦记我的时候,我当时就想自杀,抓住他们的电棒不松手,昏死的我,就被他们拉去,关进了小黑屋,去缅电的,基本上就没有回去的,传说的杀人,嘎妖子都是有的。 遭遇如此非人的待遇,他们也曾试图逃跑,陈某边回忆,他一共计划逃了三次,都没有成功,第一次他组织很多人准备冲出去,没有成功,抓回去被打得半死,还有一次拧开窗户螺丝,准备将床单和窗帘接起来,然后从酒楼的窗户滑下去。 结果还是被发现,再次被打,第三次逃跑被抓,他被卖到了其他公司,谁都可能遇到诈骗。 而人们看到的这些电信诈骗,其实只是这个庞大的犯罪产业链的一环,而上下游,还有窃取个人信息,洗钱等违法犯罪,诈骗集团也有数据处理部门,这些人就是高学历团队,他们懂计算机数据知识,收集到庞大的个人信息数据后, 进行分析处理,找出高价值的目标,针对不同的诈骗对象,采用不同的诈骗剧本,最后实际执行剧本,让你上当受骗。 而这一切的源头,就是个人信息,信息越详细,越具体,就越能套用个性化剧本,进行精准诈骗,所谓知己知彼,百战不但,他已有心套无心,再大的老板也有自己的软肋,自然无往不利。 现实中,信息泄露的可能性几乎无处不在,买房,买车等大额消费领域也是信息泄露的重灾区,很多人在买房之后就会收到装修,家具家电等推销电话,买车之后则是推销保险,车品等等,只是推销,还算好。 但这些个人信息,既然可以被卖给推销家具家电和卖保险的。 当然也可能被卖给电信诈骗分子,而且这些含有房产、车辆相关内容的信息,很容易被用来进行精准诈骗。 当然,更严重的信息泄露可能是一些网站的大规模数据泄露,互联网应用普及,在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,也让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急剧上升。 据审查押送回国的电诈分子交代及警方调查取证得知,电诈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,主要由五部分组成,下面具体说明一下,卡头,顾名思义就是倒卖电话卡、银行卡的人员,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电诈分子利用虚假信息隐藏其身份。 主管,就是电诈分子的小组头目,利用非法手段如恐吓、殴打等方式管理前置其组成员形诈。 黑客,是电诈的技术人员,利用其电脑网络技术为电诈分子构建钓鱼网站,如婚恋网、博彩平台等,又是上网人员参与。 水防,就是负责把诈骗所得的赃款利用各种方法途径进行洗白、军法,是电诈产业的最大受益者, 是电诈分子的保护伞,为电诈分子提供场所环境攻其行诈。 到这里,很多人不禁会疑惑,四大家族真的是免北电诈的幕后终极大老板吗? 答案是否定的,说到底,四大家族仅仅是四大工具,他们能把电诈产业做得如此大,其背后是有大靠山的。 这个靠山不是别人,正是现任缅甸国防军总司令,国家领导委员会主席敏昂莱。 敏昂莱曾高调表示,要和中方一起合作打击电诈,但实际上,他们却一直在背地里支持电诈。 至于敏昂莱和电诈分子合作的背后缘由,则与利益有关。 敏昂莱的前半生一直默默无闻,直到2009年,他与四大家族策划了赶走滕家生的巴巴事件后,他才迎来人生高光时刻,并一路高升。 2010年,即巴巴事件一年后,他就做了缅甸国防军参谋长,第二年又升他为总司令。 2021年1月底,敏昂莱发起军事政变,以选举舞弊为由推翻了缅甸的执政政府昂山政府,直接把昂山寄宿为代表的高层软禁起来。 之后,他担任了缅甸国防军司令。 而当媒体问到他对总统之位有没有想法时,敏昂莱是这样说的,自己即便做不成总统,也依然是缅甸的实际控制者,这可以说是一句大实话。 缅甸莱一直支持着电炸产业。 期间,他与四大家族一直相互联手,缅甸莱统帅的缅军吃掉了电炸所获得的赃款中的很大一部分,这部分钱,一部分用来养军,一部分则进入了缅甸莱的口袋。 而如今,果敢同盟军以打击电炸名义,经多年蛰伏后对缅军方发难,正起到连锁反应。 缅甸多地发生战事,缅多地民族武装加入,缅人民保卫军也参战。 这样的局面下,缅军方显然以无能力包庇电炸武装。 明学昌势力的覆灭是一个标志,如果所谓四大家族仍对武装护炸存有妄想,明学昌的下场已向他们阐明了后果。 还有很多人发出疑问,缅甸电炸园区为什么不去欺骗白人? 这么说吧,亚洲人骗亚洲人,白人骗白人。 白人也有自己的诈骗中心。 欧洲诈骗中心在东欧,美国诈骗中心在印度,以及后花园墨西哥等地,亚洲诈骗中心在东南亚,每个中心都有自己的业务,一般不跨区域经营。 欧洲的暗网干嘛的? 就是把男人骗到匈牙利去当店诈骗子,把女性骗到捷克去拍非法片子。 你能看到的欧洲非法片子,99%都是从捷克出来的。 这就是树叶有专攻。 欧洲电诈是匈牙利捷克,美国电诈是印度,欧洲绑票是巴尔干的业务,特别是阿尔巴尼亚老铁的生意。 至于贩毒,那是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大佬的地盘,缅北那些军阀怎么掺和的进去。 而缅甸诈骗团伙中大部分都是中国籍或者华裔的人员,他们能够说流利的中文,并且熟悉中国人的习惯和心理,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使用不同的方言和专业术语,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和亲近感,也可以利用中国人对公检法机关或者银行工作人员的 敬畏和信任,以及对理赔金或者投资收益的贪婪和好奇来进行诱导和欺骗。 大部分都不会说英语,毕竟能掌握两门语言的人,去哪干个翻译都是人人尊敬的工作,谁会去缅甸干诈骗? 这个地方地势特殊,若是没有本地人带路,就算侥幸逃出去也是九死一生,而且,此地的居民大多都是同伙,不会有人出手相助, 在这个地方,哪怕只是一个小孩,都不值得相信,如果逃跑后再次被抓住,只会受到更多的酷刑。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,总而言之,缅甸的诈骗团伙仍然存在。 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骗人入局,给受害者带来巨大的伤害,我们应该提高警惕,不要倾信陌生人的承诺,同时加强自我保护意识,防止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,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,防火防盗防好兄弟,千万不要相信去东南亚可以发财的鬼话,祝大家好运了。 三否刪 三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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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